前幾天小胖不小心手滑 又買了一台 GoPro 相機 什麼 你又買新相機 這是小胖人生中的第三台 GoPro 相機 我個人覺得 GoPro 應該要發一個忠實用戶獎給我 今天小胖就來跟各位朋友分享 這一台號稱 GoPro 旗艦機的 Max 360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胖 去年跟今年小胖買了 GoPro 6 還有 GoPro 7 上個禮拜小胖又跑去買了這一台 GoPro Max 我們家老婆當然其實有點不太能夠理解 我買一堆 GoPro 到底要幹什麼 你到底有幾隻手 需要買那麼多台相機 今天小胖就來跟各位朋友分享 小胖為什麼要買 360 相機 還有使用這台相機大概兩天以來 我覺得有哪些優點 哪些缺點 在聊這台相機的優缺點之前 小胖先來聊一下為什麼我要買這台 360 相機 傳說中的 360 相機 可以以相機為中心拍攝 360 度的畫面 而且透過這樣的特性 帶給我一個全新的攝影概念 就是先拍攝畫面 再做二次的構圖跟運鏡 這是傳統相機做不到的事情 今年小胖的雪季即將來臨 而且為了讓未來機車旅行的影片拍攝更安全 也為了讓之後的影片畫面可以更豐富更有趣 所以小胖又背著老婆大人 偷偷買這台 360 相機 只是才剛買第一天 小胖就被抓爆了 全景相機第一個特色就是它前後兩個鏡頭 兩個鏡頭都可以記錄視角 180 度的畫面 全景相機的功能就是把前後兩個鏡頭 所拍攝下來的素材拼接起來 達到 360 度的全景畫面 當按下快門的那一刻 其實完完全全都不用管 相機的鏡頭到底對著哪裡 基本上以相機為中心 相機周圍大大小小的畫面 都會被完整的記錄下來 透過這樣的特性 可以在後製剪輯的過程 做影像拍攝完成後的第二次運鏡跟構圖 這種技術能夠解決小胖長期拍攝機車旅行影片以來 為了要運鏡得要一隻手騎車 一邊用另外一隻手拿著相機拍攝畫面的安全性問題 不過就在小胖使用這台相機兩天之後 顯然事情不像小胖這個傻子想的這麼簡單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這個後面小胖再來分享 全景相機的第二個特色 就是因為全景相機是透過前後兩個鏡頭 所拍攝下來的素材做平接 前後鏡頭之間有一個機身的間隙 這個間隙是兩顆鏡頭都拍不到的地方 原則上只要自拍棒的這個寬度 不要超過機身的寬度太多 就可以達到隱形自拍棒的效果 基本上自拍棒越細 效果是越好 可能會有些朋友問小胖 市面上360相機這麼多 為什麼選擇使用GoPro Max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喜歡GoPro 好啦 其實除了我個人本來就蠻喜歡GoPro這個品牌的東西之外 還有另外三個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優點 讓我最後決定選擇GoPro Max 第一個優點是GoPro Max 有在水面下5米的防水能力 GoPro的吸氣大部分都有防水的功能 GoPro Max也是 還可以拿來當攪拌棒 雖然我不見得會帶著GoPro Max下水 但是對我來說 運動相機能夠防水是還蠻重要的功能 小胖個人影片拍攝的類型 主要都是拍攝機車旅行或者是滑雪露營之類的戶外活動 有時候人在戶外難免會遇到下雨天 或是容易碰到有水的環境 如果相機沒有基本的防水能力 遇到下雨天不敢拿出來使用 我想不管多棒的相機都是有跟沒有一樣 雖然很多相機裝了防水殼之後 也能有防水的功能 甚至比GoPro Max裸機防水能力還要強 但是一台運動攝影機 要額外安裝防水殼 總是比較麻煩 第二個優點是 在我買GoPro Max之前 就聽說它的錄音效果 幾乎可以跟外接式的槍形麥克風做比較 GoPro Max機身上面號稱有6個麥克風 而且還可以透過前後鏡頭的切換 動態調整麥克風的收音方向 也可以依據不同的拍攝需求 手動選擇不同的收音麥克風 我個人覺得這功能真的是超棒 現在小胖是用前面的鏡頭來錄影 那就用前面的麥克風來收音 過去小胖在使用GoPro 6拍攝影片 我個人覺得在室外比較吵雜的環境下 錄音效果幾乎是無法使用的程度 雖然後來換了GoPro 7之後有大幅的改善 但是依然不是非常的理想 GoPro Max在我實際使用上 錄音效果我個人覺得 好像比GoPro 7還要好上一點點 雖然跟外接式的槍型指向性麥克風比起來 我覺得還是有一段差距 不過基本上算是夠用 第三有點是這一代的GoPro Max 就跟GoPro Hero系列一樣 擁有一個1.7吋的觸控螢幕 這個好像是市面上唯一有觸控螢幕的消費級360相機 可以調整相機的參數設定 也能夠預覽拍攝的影片 更重要的是透過前後鏡頭的切換 終於有一個可以看到自己的前螢幕了 另外GoPro Max還有一個我蠻喜歡的功能 就是它除了能夠拍攝360格式的影片之外 同時也能夠像HERO系列的相機一樣 當作一般的GoPro來使用 可以拍攝16比9跟4比3的普通影片 我個人覺得這功能還蠻不錯的 GoPro Max在HERO模式下 它有一個特別的水平地平線功能 就是它的相機角度不管怎麼擺 畫面永遠都是正的 這個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傳統的360相機因為影片格式跟一般的影片不一樣 後製跟剪輯的程序也比較複雜 而且耗時間 所以過去360相機其實並不普及 能夠防水 而且錄影品才算可以 同時還能夠拍攝一般影片 是我最後選擇GoPro Max的最大原因 不過實際上在我使用的情境上 我覺得有幾個缺點 讓我一度覺得它的實用性 好像沒有想像中這麼美好 第一個缺點是我覺得最重大的缺點 就是它居然不支援remote遙控器 通常我騎車旅行拍攝影片 為了避免讓整個畫面看起來像是行車紀錄器的畫面 我通常會把GoPro拿在手上 一邊單手騎車一邊手持GoPro做運鏡 說實在話 會想要使用360相機拍攝影片 目的就是打算把GoPro Max架設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完成拍攝之後做二次的運鏡跟構圖 讓整支影片的畫面看起來更豐富更有趣 同時最大的目標當然也是希望能夠當騎車旅行 能夠有更安全的影片拍攝方式 但是這種應用情境下 GoPro不一定會架設在手可以按得到快門按鈕的地方 有更多時候我會把GoPro架設在車友的側上 過去不論是GoPro 6或者GoPro 7 都可以使用remote遙控器 遙控GoPro進行拍攝 想不到這台GoPro Max居然不支援這個功能 雖然GoPro Max可以透過手機來做遙控拍攝 但是手機裝在車子的手把上也有散熱跟電力的問題 使用起來就是沒有remote遙控器來的方便 結果小胖用這台GoPro Max兩天 騎機車拍攝影片 還是得把GoPro Max拿在手上 呵呵 你說是不是很蠢 GoPro Max的第二個缺點 就是他在處理360格式的APP 實在是太容易當機了 我在買360相機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360格式的影片 處理起來又麻煩又複雜 通常一段素材拍攝完成之後 得要先從相機上把素材下載到手機 然後先剪輯自己想要的片段以後 另存影片 接著再把剪輯完成的影片 做二次構圖 然後再轉成一般的16比9 或4比3的普通影片 處理360格式的影片 原則上是已經非常非常花時間了 想不到GoPro的APP 還一直給我閃退當機 另外GoPro也有出電腦使用的軟體 但是目前因為只有出Mac的版本 Windows是沒辦法使用的 重點是 就算用Mac 感覺上也還蠻卡的 呵呵 GoPro除了這兩個 我覺得是超級大的缺點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小缺點 GoPro Max 其實在Hero模式底下 有Max HyperSmooth跟水平地平線功能 我個人都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用 不過它在360模式下 Max HyperSmooth跟水平地平線功能 都不能使用 老實說 雖然我覺得 360模式下 不支援Max HyperSmooth在穩定度上面 一般拍攝情況底下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如果是縮時攝影的話 穩定度就差很多了 Hero模式下拍攝16比9的普通影片 居然只支援到1080P 60幀 每一個缺點都讓我覺得 可惜的這台將近完美的Blog相機 同時也讓我覺得這些缺點 讓它的實用性大打折扣 我不確定這些大小缺點 未來GoPro是不是能透過軟體更新來改善 今天小胖就個人使用兩天下來 一點點的使用心得 來跟各位朋友做分享 希望能夠提供給想買GoPro Max的朋友們 一點點參考 今天小胖的影片就在這邊 感謝各位朋友的收看 如果喜歡小胖的影片 歡迎各位朋友訂閱小胖的頻道 歡迎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謝謝掰掰